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星座冰室 是这座香槟大厦里面最旧的一间餐厅 我们都知道 有很多电影都在这里取景的 例如《旺角黑夜》 来到这里一定要找林哥谈论两句 这座东西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966年 那时候是碧浩南光年代 1966年 那时候 1966年 即是现在半世纪了 很久了 那时候陆宫戏院还没拆 秘密 都是隐藏了历史 例如1966年那些设计 地面还是吗 例如巴头也是 因为那时候是 碧浩 里落南光年代 你知道 秀规那年代 所以我们这个格局是特别 特别一点的 有什么格局 例如水巴特别小 这条行人通道也特别窄 你在这里做了多久 我在这里二十多年了 有什么回忆 回忆 都可以 对这些地方很有感情 好 在星座这个餐厅里面 最正就是很怀旧 我们见到这些这样的餐牌 标志之后 除了怀旧 他还见到有新东西 见到姜濤哥哥 好 接着呢 我最喜欢最喜欢 都是这些东西 这个呢 是早期我们的时候 就是他摆摆这些东西 这个设计是很好的 以前这些玻璃柜 水巴的玻璃柜就是这样的 这里放杯啊 放面包啊 还有呢 他这些用铝来做的 这些用铝 或者用梯来做的 是 那时候来说 是比较新的 那现在你觉得他老土 是啊 就是每个师傅 在现场做出来 多高多大 多阔 每间餐厅都不同的 所以说 就是这些 这些就算 就算未失存 现在都很少人做的 因为现在全部都是 订回来的嘛 尺寸 所以这些是 这些是以前的师傅 都做出来的 香港那些 没有啊 现在不见这些的了 还有他这一个呢 这个兜兜才正的嘛 收银柱 这个兜兜 这个真的 文物来的嘛 喜欢这些 还有他很传统呢 很传统就是这些位 一向门口呢 就是个神台 神位 这些呢 现在的餐厅都不会用的了 是只有我们见到一些 最比较 真的传统 或者旧的餐厅 有这些格局的保留 他和他为了风水都好 他真是向着门口 唯一一个这个 我见到这么多 最好是去了 这些也是 这些也是 招牌啊 尤其是招牌 这些有历史的招牌 英文是由左写到右的 中文是由右写到左的 所以很多人都看不到的 这道门呢 这道门呢 这道门也很够啊 是的 这些 包玻璃嘛 那时候 那时候那些冰箱最喜欢 这样关门的 因为要焗烤冷气嘛 在里面 我们看回呢 他这里 那些美术呢 真是很 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是最流行的 比如说他的手写字 或者是 他的设计 这些 这样的坑纹 都是 很有特色的 不是现在 模仿到的 哎 怎样搞啊 这道 什么时候收档呢 我想 起码有半年的 起码有半年的 啦 半年了 大家听着 一定多点来光顺 喂